铁剑魂无敌身为朋友丧 雄魂长烈烈厚生结仰望 这首诗啊 就是专门悼念郭松阳的 郭松阳在红石崖大战上官金虹和金无命 被精命移趟剑法伤了三十多处 最后他抛剑而走 来到李勋欢住的那个小镇子的殿堂 推门往里一进是扑通栽桃 等李勋欢从那屋里边出来一看 他已崛弃身亡 李勋欢俯下身 把他抱在怀里 大哥 大哥 看着郭松阳 浑身上下都是血 肩甲胸口脖子上 后背大腿根 脚脖子上的 全是剑上 李勋欢说不出来话 眼泪往下淌 大哥 你这是上哪里去 你为什么背着我离开此地和人恶战 瞧你受这样的伤绝不是一般人物把你伤的 莫非是上官惊鸣 李勋欢过了好久才稳住心神 擦了擦眼泪 他把郭松阳抱到屋里边去 好好地放在床上 他坐在床边 浮身看着郭松阳 那眼泪又止不住了 劈劈啪啪啪往下躺着 李勋欢心想 瞧郭大哥受的这些伤 全是剑伤 而上官金红 惯用一对子武龙奉还 他不用剑呢 那么他受的是剑伤 被谁给伤着的呢 难道上官不单是双还功夫好 宝剑也初衷 忽然李勋欢脑子一转 他想起金无命来了 是金无命把郭大哥给伤的 金无命左手都没了 他成了残废了 他右手间能够伤得了郭大哥 未必吧 不 我暗中观察 金无命这小子 虽然断了左手 不过他的精气神还是很足 在上官金红 前后左右来回绕腾着 哦 这小子 一定是左右手使剑 别人只知道左手剑快 就忽视了他的右手 一定是这样 李勋欢分析这样 他就往郭松阳怀里边一摸 哎 把上官金红 飞刀祭简 约李勋欢到红尸牙决战的那个字条逃出来 李勋欢再也忍不住了 扶在郭松阳身上 是放声大哭 哥哥呀 本来上官 是非刀约我 你半刀把刀接去了 我没看清啊 那刀上有字条啊 你背着我和他一战 你是为兄弟我死了 哭了许久 李勋欢这才爬起身来 他又仔仔细细观察着郭松阳的身体 就见他身上这些伤 哎呀 对方想伤他这些部位 这剑招是特别的奇鬼 相当的奇妙啊 那么郭大哥 他剑都没了 他受了这么重的伤 他跑回殿房来和我相见 这是别有一番心思啊 这是故意让我看他受了这么多的伤 哪个不必受伤 好让我以后受伤的精灵与上官金红师心里有所准备 不错 一定是这样 因为我的大哥是顶天立地的豪杰 也别说 他伤得这么惨 就是他败给谁一招 他都不好意思去见别人 让别人看着我 他能够跑回来见我 都是为我以后着想 李勋欢伸手 气得咔咔 把被当一扯起来 把郭松阳一火 夹在夜下 穿出殿房 取道直奔红师衙 从这镇子出来到红师衙 有几十里地 等他来到红师衙口 这地方啊 这天呢 已至黄昏 他往此下看了一看 静悄悄 哑落落 四下无声啊 马里还有上官金红和精灵的影子 可是他再看 就在前边六七步远 这草地上是斑斑血迹 而且这草地好像有谁踏了 有谁蹬了 这草啊倒得一溜一溜的 嗯 李勋欢明白 这一定是大哥和他们动手的时候啊 来回折腾的 那么这血也一定是哥哥的血了 他慢慢地把郭松阳放在底下 跪在旁边 大哥您放心吧 就是上官金红 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一定把他擒住 给你报仇血恨 一边说着呀 他抬头还往四下看 嗯 究竟前边有一块大石头 很光滑呀 这石头上边啊 放了一块小石头 微风一过 刮的小石头压的一张纸 呼啦啦一响 必须要脚的 他赶紧站起身来来到前边 把小石头抹开 一看 这一张纸上啊 还有字 是这么写的 李探话台阶 今日无暇相陪 明日黄昏 三里亭相见 下不落会儿 上官金红 好狡猾的上官金红 看来他已经料定我李循环 会赶到这个地方来 故意给我留个条 好 明日三里听我让你横尸当场 李循环咬着牙呀 把嘴唇的咬破的鲜血顺嘴角往下躺 他把这个字条抓起来放在怀里 就听着后边 穿来脚步声 他猛的一甩头 以为是上官金红 救命 去而复返呢 可是他一看呢 原来是年迈苍苍的天机老人 孙伯玲 还有他那个孙女 孙小红小姐 这孙小姐呀 腰里边带着一把剑 在这右胳膊上还挎着个小竹篮 篮子上边用个布盖着 不知道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李循环看着孙伯玲 想到人头会上这老爷子为自己逞腰和上官金红对立 心中生起感激之情 赶紧跑至近前聊一斤跪道 前辈 弟子李循环游礼 孙伯玲瞧着瞧旁边倒着的郭松阳 再看看李循环 长叹一口气 李探华 你还要多保重啊 瘦是上官金红 灭的金千帮 就得指望着你了 听爷爷这么一说 孙小红在旁边 眼圈红了 他瞧李循环呢 脸色轻瘦 身体显得极为虚弱 这可能跟朋友刚死受刺激也有关系 李循环看着这爷俩热泪上游 老人家你放心吧 我不会辜负大家 我们一定会废掉上官金红 说着李循环转身 又面对郭松阳 归下来了 这孙老爷子往旁边走了十几步 坐在草地上 又把他那大烟袋锅拿出来了 装好了烟 点着了 扒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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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上了 李循环跪了许久 站起身 酒地开始挖坑 他这坑啊 挖得很深 孙小红明白了 这一定是要把郭松阳 埋在这个地方 他赶紧把篮子放旁边 帮着李循环挖 连用手抠 再用箭条 足足挖了有一个石柱 一人多深 咱们一个大坑挖好了 也没用什么光果 就拿那备单子 把郭松阳包好了 下到这个坑里边 李循环脱下自己 外边穿的长衫 给郭松阳又罩在身上 把脑袋蒙好 然后跪在坑边 用手慢慢往里边推腹 哗啦哗啦哗啦 郭松阳一代大侠死 没有多少人前来为他入葬 而且埋在这地方 连个坟头都没有 可是郭松阳死了 也应该知足了 因为埋他的人 是他的好兄弟李循环 李循环把郭松阳安葬好了 这才回转身 和孙家爷儿俩说 现在我要走了 我要去找上官金鸿 嗯 孙老爷子 把烟袋锅从嘴抽出来 你要上哪里去找上官 我要到三里厅 他约我了 明日黄昏相见 哦 可是现在天才黑 还有一夜 明日还有一天 你现在不必要去吧 好好休息休息 养足精气神 再去不迟 啊对 李探花 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明天呢 我们陪着你一块去 来 吃的我都给您带来了 说着他把帘子打开了 从里边啊 拿出来了点些 李循环一瞧 心头又是一热 心想我和这爷儿俩 是一不沾沁 二不带顾 可是这爷儿俩就如此关心我 尤其这孙小姐 那对我可以说是关怀备至啊 李循环把点心接过来 心中难过 这点心我干巴巴的 真有点吃不进去 哎 就像孙小红啊 像编戏法似的 随手啊 拿出两个酒壶来 李探花 我知道啊 没酒你吃不进去饭 来 先喝点酒 多谢了 李循环把酒接过来 回转身子 瞧着 埋着郭松阳这个地方 大哥 小弟请你喝酒了 把这一壶酒啊 倒在了地上 然后自己养活 把这壶酒 一眼而尽 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晨 李循环 叫赶奔三里亭 三里亭 林胡石崖这个地方 有二十度里地 孙老说 不必要这么早去吧 老人家 我先到那看看 好吧 这孙小红啊 赶紧把那爷爷拽起来了 爷爷 咱们在这也没事 早也到三里亭去瞧瞧 李循环在前边 这爷儿俩在后头 他们赶到了三里亭 李循环也不和他们说什么 他浮下身呢 就在三里亭 这个亭子周围 走了好几圈 这三里亭 是离宝定城西门 正好三里 起了这么个名 叫三里亭 很多人呢 真要是送朋友了 送亲戚了 都送到这儿 然后啊 再摆点酒菜 喝一喝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还是相当有名的 孙小红问了爷爷 嗯 您说那李太花 他围着亭子转什么呢 好 孩子 现在我对李太花 更加敬重了 他这个人呢 既胆大 可有心细啊 他围亭子转 是因为今天黄昏 他就要在此处 和上官金红一战 他要把这个地势看好 哦 是这样 就见李循环一抖身子 就村子旁边 那树叶边那儿了 李循环抬头 往树上看 孙小红又问他爷爷 那您说 他到树那儿 往上看什么呢 哎呀 李太花 过去我认为他 续久无度 不举小级 现在看来 我真小瞧他咯 他连和上官金红 动手的招数都想到 他分析到 和上官动手的时候 万一哪一刀 哪一事抵挡不了 他就窜身 往树那儿闪 你看不看到 他一定要上树 他认为 招数敌不过了 用轻功来相敌 他往树上跳 要看树 能不能经得住他 孙老师刚说的这儿 就见李循环一寻身 蹭 果然上树了 孙小红啊 直拍巴掌 哎呀 爷爷 您猜的可太对了 要不爷爷 怎么是高人呢 哎呀爷爷 你也会吹牛皮呀 哎呀 瞧着 你瞧着李探皇 瞧他现在干什么呢 就见李军欢 从树上下来 开始往那东面走 走着呀 往西面天空瞧一瞧 嗯 爷爷 他这是什么意思 孩子 李循环 比爷爷想得周到 比爷爷高啊 他想到和上官金红动手的时候 是黄昏 这太阳已经稀落 他转到东面去呀 是要感觉感觉 那阳光能不能刺他眼睛 因为高手相遇 差之丝毫 谬之千里 看来李探皇 没有对上官掉以轻心 既然他谨慎 又有他飞刀身攻 我想此一战 他还是有把握的 就见李轩欢 扎杀被网 看地罢队 一飘身 是来到了亭子之上 哗 就李轩欢 挟刺了一帮齐村的 足有两丈来够 落在亭子上这儿 就如同四两棉花相仿 升起街舞 孙老不由得 两眼金光闪烁 过去只听说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 哪里撑想李探花的轻功 也是正式害俗啊 嗯 他正在夸奖着李轩欢 就见李轩欢 浮身在亭子上面 好像 往下瞧着什么 好像这亭子盖上 有什么东西 把李轩欢吸引了 原来亭子上头 有一个小木盒 这小木盒啊 打造得很精致 李轩欢 两眼不错神的盯着这盒子 李轩欢想 谁放在这盒子 看来 是今天早晨才有人 把盒子放着 因为这盒子很干爽 早晨的露水 根本就没有打他 那么 有人把盒子放在这里 什么意思 是不是故意让我看的 那么是谁又能知道 我一定上到亭子上面来的 莫非是上官金红料到我 又到亭子顶上 才故意在这放盒子 那么里边是什么呢 他把身子轻轻往旁边测一测 防备万一 只在用手指甲 轻轻的一抠这盒子盖 啪 把这盒子盖开开 吓 李轩欢傻那儿的 下边的爷儿俩都按吃一惊 爷爷 出了什么事了 我没见到过李太花这么吃惊过呀 孩子 肯定是出大事了 爷儿俩来的亭子下 网上喊了好几句 李轩欢好像没清头 因为李轩欢看到盒子里边 是一柳头发 这一柳头发 有二三十根 每一根头发都很长啊 足有二十来长 李轩欢猜出来了 这头发 像一个人的头发 像谁的头发呢 像林诗音的头发 因为他对这头发太熟悉了 这头发闪着光子 是比较粗 而且还很柔软 李轩欢一想到这是林诗音的头发 他就感觉到那脑过门的发热 两眼发滑 心血往上涌 上官金虹 你把林诗音怎么样了 他已经死在你手了吗 你故意弄一柳头发 放在这里 让我心慌意乱 但和你动手的时候 我好分心招数发挥不出来 死在你的手下 你太卑鄙了 你手段也太高了 李轩欢想着 他把这盒子拿起来 一抖身 从亭子上落到平地 孙老探身一看 头发 这老爷子脑地 这后是反应快 是林诗音的头发 李轩欢没说话 他点了点头 孙老接着问 你能够确定是他的头发吗 李轩欢又摇了摇头 哦 看来你也不能确定 那么你就不要上 这上官金红的当 他说不定在哪 拿了一柳头发 来饶你心神 如果你心要真一乱 不就中了他的圈套了吗 李探华 你听我说 老人家 您不要说 我现在要去星云庄 啊 这人俩一听什么 现在要去星云庄 现在都已经快到晌午了 在这儿到星云庄 百十多里地 那么一路急奔 到了星云庄 这天哪 就快接近黄昏了 李轩欢是个手细用的人 他黄昏在这儿约斗上官金红 他还要反回来 那么去而复返 疲惫不堪 他能够斗得了上官金红吗 可是这爷儿俩知道 李轩欢被情索扰 心里边盛着临时音 你不让他去 他心更不安 既然他已经说出来了 一定去星云庄 那就让他去好了 这孙老爷子 神情一阵 用手按着他的大烟的锅 天机吧 这才决定 要与上官金红一战 本节目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 刚才播送的是长篇评书 多情见客 无情见 是长篇评书 是长篇评书 是长篇评书